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营浪 KPMG ON KPMG ON KPMG ON 穿过知识营浪 大家新年好 我是KPMG公布营运长谢云泽 杰森 今天是KPMG知识营浪在农历新年以后的第一集 我们来谈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虚拟经济话题 就是NFT 非同质化代币 也祝大家虎年都能虎你发大财 NFT在2021年火山市的爆发成长 NFT到底是什么呢 为什么一下子爆红 还有NFT跟我们常常说的虚拟货币有什么关系 我相信每个听众 特别是关注投资新创科技相关资讯的企业或者是个人 每一个人都有满满的疑问 我们今天就试着让大家来了解 这个因为元宇宙议题而爆红的NFT 到底是元宇宙上升中的明日之星 还是瞬间消失的流星 今天和我一起聊天的都是玩家级的专家 他们本身都具备数位金融科技法律风险管理的多重专长 也都有亲身深度参与虚拟经济的世界 让我们欢迎KPMG安侯数位智能风险公司创新服务总监林选宇 泰克江招民副里 两位好 林运长好 大家好 大家新年快乐 林运长好 大家好 大家新年快乐 两位好 讲到过年 大家有没有发红包 或是应该我们年纪这么大应该没有收到红包 但是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过 NFT听说有人拿来发红包或收红包 泰克你有没有这样做过 我有很多NFT的红包 但是发不出去 还没有发出去 没人要 没人要 大家不懂得这个价值 还不了解 其实我觉得NFT非同质化代币 这个名词很拗口 在不同人眼中 定义跟面貌都不会相同 我自己是认为 NFT就是加密货币圈的衍生式金融商品 或者是我会把它看成现实世界中 明星球员卡啦 游戏网卡啦 它的虚拟数位版本 你们可以先一人一句话 帮听众简单的定义下 你们心中的NFT吗 我先来好了 我认为它是Two-Face 有天使跟恶魔的两个面 它可以是非常热门的投资商品 让人家一夜致富 名利双收 红遍全世界 但也可以比一张纸还不如 它可以是难以伪造的交易记录 但也可能一夕之间化为乌有 明狗 什么是你心中的NFT 我心目中的NFT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创作 它原本可以摆设在家中当作一个收藏品 但是它却可以在数位交易平台里面同时的流通 所以大家面向都不太一样 那么两位 NFT可以进行哪一些企业或者是个人的应用 那有什么好处还有你们对NFT未来应用的想象是什么 明狗你的想象呢 企业跟个人创作者 它可以在现实的世界当中作品转换成这个NFT 并在元宇宙进行这些贩卖 而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某大运动品牌 它收购一家虚拟的球鞋制作的公司 为了就是要在元宇宙的世界进行铺路 那并夺得这个元宇宙的这个商标的专利 现代人我们常常会听到这些限量的商品或者现实想购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一窝蜂的人去排队的抢购 人们开始追求这些都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不想跟别人一样或者希望拥有的东西它是限量的 而在元宇宙的世界里 好处就是能够让这个用户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角色 制作并贩卖独一无二的原创作品 而NFT的这个交易平台可以让收藏家购买很多NFT的商品 其中包括这个画作音乐照片 刚才有提到的球员运动卡 甚至网域的名称都可以在上面做购买 而这些独一无的作品它可以具有这些收藏的价值 讲到这个收藏价值 很多人就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们要先听听Tike你对应用面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啦 目前NFT最热门的话题的确是刚刚说的那些 但我认为NFT的商业化应用 它还是会在元宇宙里面 例如成为能够防卫的数位资产凭证或者是兑换券 只是说NFT它所捆绑的资产 它价值要能够让更多的人所认同 比如说某商店发行NFT 承诺凭NFT可以兑换商品或者是折价 但若到时候这个商店割完韭菜拍背屁股走人 要去哪里来要求来履行承诺 你还是得上实体世界的法院来要求执行嘛 所以NFT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模式 很难解决纠纷 终究还是得靠一个中心化 在现实生活中有实际权利的组织 来确保NFT的相关权利 例如你还是要透过交易平台 把盗版的NFT下架 所以听到现在NFT的潜在风险 好像慢慢也出现了 那对于NFT 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投资市场来看待吗 Mingo来讲一下你个人的亲身经验好不好 其实我们今天主要在报告分享NFT的相关知识 但个人的短期参与的经验 不是教大家如何投资获利 那投资它一定有风险 NFT的投资有赚有赔 所以购买前请详阅这个发行的说明书 并使用知名的平台购买 那个发行说明书是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看到发行说明书的话 你这个NFT要怎么买 因为有些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这个东西 看起来涨幅很大 那其实就不应该买 NFT它是一个满足原创者的世界 它可以让原创者在这个高速的平台 面对更广阔的市场 直接将这个作品永久的储存 在网路市场上流通并产生这个价值 那近两年因为疫情的影响 大量的资金涌入这个虚拟货币 NFT或是元宇宙这里面 我相信以目前发烧的程度来看 未来几年会有更多的投资者的涌入 那如果说以虚拟货币为例 因为我本身这个数位科技风险的顾问 然后我们也有监修这个金融科技 法律相关的专业背景 因此必须自身的了解并尝试新事物 我们才可以提供客户更合适的解决方案 那我自己本身在2015开始 就是以我这个闲置的一些少量资金 购买这个虚拟货币 然后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去卖掉大部分 其中有些投资获利大概是5000多倍 但是期间也有几乎赔掉所有的本金的时候 所以在有些人可能看起来会觉得很夸张 嫉妒啊幸运甚至羡慕 所以在投资这个NFT的产品 会带来一夜的暴富吗 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这个币圈的投信信仰者 大多数都是保持有这个态度的 对NFT这类的虚拟经济下 繁生出来这个金融商品 更是充满了期待 但我也认为风险也同时存在 对过年讲到这个投资效益 大家都沸腾起来了 那很多人就会问说 那NFT的价值要怎么样去评估啊 这个到底是很多人讲 他是想瘟疫 还是可以创造我们的收益 不过我个人认为 要评估NFT这种另类的金融商品的价值 必须要了解他们的特性 以刚刚提到的数位艺术品为例 我的看法是 对比实体的高价艺术品 NFT除了可以炫耀性等 这些奢侈品的特征外 还可以具备其他的吸引人之处 等一下命果可以来进一步来分享 当然全球24小时可以流通交易的NFT 也有着币圈一天人间一年 跟实体奢侈品或艺术品 迥然不同的这个超级波动风险 那NFT的投资者的信仰信心 共识跟热情有多高 就可能决定的NFT的价值有多大 因此呢企业如果想要参与 这场数位盛会 面对NFT这一类的这个价值属性 变化很大的商品 如果你要担心那个价值 恒定性的问题 不如来着重在整体的 投资组合的管理 配置 还有企业财务 跟风险管理的工作 并且做好这个充分的准备 量力而为 才能够趋极避凶 明果你觉得对不对 没有错 NFT的价值 我个人认为 可以用物以稀为贵的方式 去做评估 我们甚至可以思考说 很多名画家 反而是在百年之后 他们的作品 才被人们去供奉收藏 所以可能对于投资者 是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那我们如果现在 来投入NFT的买卖或投资 真的有投资价值吗 我小时候有一条流行歌 不知道你们两位 比较年轻有没有听过 叫一场游戏一场梦 就像有些专家讲 NFT会是一场泡沫 明果你觉得是吗 有没有投资的价值 它取决于买家 愿意花多少的价格 例如我国知名歌手 他所创作出这个作品 开卖两周之后的销售 总额已经超过了 6500万美元 那可能因为这个歌手 他本身的知名 或者是因为这个图片 他是独一无二 或者是他未来的价值 可能是更高的 种种的因素 使目前疫情下的热钱 都涌入这个NFT 跟元宇宙的世界 那NFT产品的 这个稀有性 独特性 流通性跟去中心化 这等等的特性 都是未来的趋势 未来只会吸引更多的 投资者进入这个世界 但是事实上 明公你讲的这些艺术家 艺人 他们发行的NFT 一下成交量跟金额 都是几亿 但也暴起暴落 市场炒高以后 就会迅速脱手 那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呢 泰哥 这我有经验 因为我自己就有发行NFT 事实上 我有看到 是 NFT的价值 它一直是很有争议的话题 有几千几万美金的 有那种红的莫名其妙的 当然也有 完全没人要的 因为买到NFT 并不代表 真的买到实体物品的拥有权 同样的物品 商品 艺术品 也可能过一阵子 再拿来发行NFT 所以你真的不会只 透过NFT就买到财产权 著作权 商标权等等的 所以NFT只靠信仰支撑 当然很不稳 有故事的NFT 当然可以产生共鸣 所以某些艺人的NFT 靠着话题声量 一下子把交易量冲高 但是等到话题过了 它的交易量马上就下跌 所以很多人就说 这是被割韭菜 NFT的确让创作者 有更多的变现管道 它不用受制于传统的发行商 媒体 唱片公司这些 但还是要回去思考 NFT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如果话题过了 热潮过了 NFT发生了流动性不佳的问题 有可能难以脱手 全都是泡沫 流动性不佳这个问题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引诱 那我们除了刚刚提到 这个投机或投资以外 就我所知 NFT在元宇宙概念里面的 游戏市场里面 也会蓬勃发展 Mingo好像也有玩 来分享一下 你在游戏市场 你在NFT又是什么一回事 好的 那游戏市场里面的NFT 跟交易平台的NFT 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在元宇宙的空间 土地跟现实生活中 是一样有限的 可以把它想成 跟比特币数量 是有限的概念是一样的 那如果每个玩家 都可以在元宇宙 购买或租赁的土地上 去做创作 而创作出来的作品 不管是服饰 图案 看板 跟动物 都可以在招应平台上面 进行摆设贩卖 而非创作者 他可以很简单的 就借由购买土地 当包租公 包租婆 享受这个租金的获利 所以刚才其实 Mingo讲到这个土地 虚拟土地 听说也 Mingo也小小的买一块 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涨 那聊到现在 NFT从游戏到投资 什么形态都有 所以我突然有一个 突发奇想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照片 铸成NFT吗 发行NFT 有没有什么限制 Mingo 那当然可以把自己的创作 放在交易平台上 里面进行贩卖 甚至可以在卖掉 这个创作之后 每个月抽取 这个版权的佣金 那也要有人买 会会会 大家你现在去Google 有一个叫印尼学生NFT 这几个字的照片 它是一个很平凡的照片 都会有一堆人在炒作 要来买 所以我发的照片 NFT 你们要来买 像Jason刚刚有提到的 一些球员卡 那应该会比较有 实际的一些价值 像目前就有直栏 把比赛的精华影片 做成NFT 但其实仔细看 它在使用条款当中 就有著名 不可以对NFT进行一些 像修改 然后移除它的版权 Logo 或者是拿去其他的商业使用 而且不可以把它用在 可能对这个联盟的名誉 有损害的这些的地方 我们现在还注意到 很多人会把别人的东西 拿来发成NFT 比如说别人的著作 商标 Logo 甚至是知名人士的照片 甚至有知名人士的 Twitter的推文 被拿去做成NFT 那这些当然是侵犯别人的权利 在真实世界是不被允许的 但是在虚拟世界里面 你只能靠着跟平台 举发来要求下架 好那回过头来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 这些被侵犯的权利 那它要怎么弥补呢 这个要开始找律师 越来越严肃了 我们来换一个 这个产业的面向 刚才提到NFT 在电子商务上面 好像也很多应用 比如说我们再来看一下 NFT跟电子商务的关系 我最近有个新闻 就是线上的这个买红酒 那有一个很有名的酒商 他制造了一些红酒 那里面把这个名酒的编号 铸成NFT 那这是现实的世界里面的那一瓶酒 也是属于你的 所以你可以跟酒商去联络配送 真的去拿到那瓶酒 那这个NFT的这个成交价 跟收藏者的资料 也都在区块链上面一清二楚 如果你买那个NFT 你也可以暂缓取酒 然后在高价转卖给别人 听起来有点 在投资上面有点酷 但是如果你刚刚提到这些 红酒 NFT电商 或是兑换券 这种概念 有可能普及吗 那我们跟传统的电商 差异在哪里 泰哥 这个应用的场景 不就是一种兑换券 或者是某种有价证券 虽然号称交易的透明化 但其实是在增加炒作的风险 而且酒本来就是一种 可以炒作的商品 你这个例子 就是把NFT跟实体产品 捆绑的一种例子 这的确会让NFT的价值 比较容易想象 但我自己是觉得 在这样的应用场景之下 NFT的这个应用 只不过就是数位化的提货券 让你放在手机里面 比较不怕掉 未来电商的趋势 是把NFT的本身 当成真正的商品 像是交易所和Mastercard 就打算让用户 直接刷卡买NFT 不用先购买加密货币 泰格那你有听说电商 也有说他自己的NFT 他的买卖可以分润 让消费者可以分润 可以真的做到这样子的制度吗 NFT有一种 可以自动执行的机制 叫智能合约 那智能合约的机制 其实就是几行城市 城市对啊 在资讯人来看就是这个角度 在条件满足的时候 可以自己执行 比如说在智能合约里面约定 NFT的每一次转手 转手的一定的比例 归当初的发行者 然后自动转到区块链的前炮里面 不用中间人在参与 这样的商业模式 在现实生活中 是比较少见到 它不像这种 加盟体系的权利金概念 所以是一种 很特别的商业模式 那这种二次销售的分润 对发行者非常有好处 那当然会有更多的动力 来创造更多的话题和经济效益 那在我们刚刚这个天马行空的这不同的应用以后 我们很多东西还是要落地 那我们看一下应用NFT 要注意什么事情 会不会下一秒里面 明狗你买的NFT会不会都不见了 被偷走了 你投资那么多 要不要水血变乌龟 我们都没办法救你了 当然会啊 当然会啊 那个每天晚上都很难入眠 那交易平台 它常常被这个骇客的攻击 钱包的账户也同样都会被攻击 那虚拟货币 它大幅下跌的可能性 都可能造成这个惨痛的损失 那购买NFT需要多做这些功课 了解平台 它是否为知名的平台 可以信任的平台 购买的作品 是否为真实原创作家的产品 那我们同样要保护好自己的钱包 仍然建议这存放在这个冷钱包里面 可以讲到这个骇客 我个人的经验 如果你把加密货币或NFT 你存在手机的钱包的APP里面 使用者你要小心 不要跟我一样 换了一只新手机 就忘了原本那个旧的APP里面的密码 所以我的数位资产 就从这个世界里面就消失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企业来持有NFT 或者是以虚拟资产为主要的经营项目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那泰哥你上次有说 有很多的假货 诈骗 还有刚刚有提到 所谓的泰克治安的风险 那我们该怎么办 企业该怎么办呢 风险永远都在 最近知名的NFT交易平台 就有出现一个漏洞 泰克利用这个漏洞 把稀有的NFT 以比较低的价格出售 然后迅速的转卖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官有链当机 然后让虚拟货币的交易 瞬间崩跌 虚拟货币NFT 都是认账号认私要 不认人的 这些数位化的东西 如果出了问题 在追究责任上面都不太容易 买卖NFT 你要左手买 右手卖 这个相当难查 NFT虚拟资产 要找到法规 或者是对应的主管机关 都不太容易 所以NFT到底是艺术品 金融商品 或者是有其他的定位 那我们要用金融的法律 来纳管吗 在2021年 光是以虚拟资产相关的诈骗金额 据统计就超过140亿美元 那这些案件要怎么处理 而且NFT的交易 它没有受到反洗钱的要求 所以欧盟监管机关 是有放消息出来说 未来要禁止匿名钱包 开始管制加密货币等等的 KPNG的律师资案顾问 就有提醒 骇客本来就难抓 一些侵权的案件 处理的时间 本来就会拖得很长 如果又是你的虚拟资产被盗 你在虚拟事件被诈欺 要在数位世界里面 寻找蛛丝马迹 我看很难 加上现在元宇宙的议题发酵 不管是要买 或者是要弄新创公司 或者是要推动数位转型 透过NFT 事实上要好好的盘点一下风险 提早以security by design的概念 来发展 我个人认为会好一点 好的 希望今天的对谈 能够给大家对NFT 还有NFT背后的元宇宙 虚拟经济 有一个粗浅的概念 再次强调 我们并不鼓励 任何对高风险商品的 贸然进行投资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 金融科技跟虚拟经济 为企业以及个人 带来的这些转变 就像2000年 网路抛漠危机之后 留下的这些网路公司 都撑了今日的科技巨头 2017年ICO 也就是所谓的 加密货币发行的 这个产业崩坏了 但是加密货币的生态链 迄今仍然很热络 合规的交易所跟供应链 在资本市场里面 仍然运作着沸沸扬扬 那也NFT靠着 这个元宇宙的风潮 顺势在起 所以我们知道 某一些浮夸的虚拟商品 可能会在某一天 它会泡沫化 但是科技的应用创新 数位化的趋势 还会继续存在 而在这个转变的历程中的 风险跟危机 都是每一家企业 每一个个人 要做的新功课 那KPMG是针对 虚拟经济 加密货币 这些新兴的议题 例如 虚拟交易合约 怎么样拟定 虚拟资产的价值 怎么样评量 交易风险 怎么样确保等等 也都集合了 法律 税务 资讯 财务的审计 等等不同的面向的专家 提供大家 整合性的咨询服务 希望未来 有很多的机会 可以跟大家交流互动 那我们今天 虎年第一集的节目 就到这边了 那谢谢两位 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新年快乐 by bwd6